就很难受了 两个都很高 对啊 一个一米八五 一个一个一米八六 一个一米九一啊 对 跟男网似的 手比手 10 哦 发现有变化 连续的两次往前 扑刷的 发现发就是逗心里 这个单卖的教练 在暂停的时候 赶快指点一下 我们就在阻振的一米八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球试了这一番挺可惜的 这是马来西亚选手古剑杰最后就是第一分 已经是拼尽全力了 黄色头发就是古剑杰 那么在他身后的是陈文宏 双巴就是讲究两个人的配合 好漂亮 配合出现问题 两个人都往一个方向铺了 11.13 在发接发上好像马来西亚这一队要站得很好 这个小球的技术上更细一点 对 所以一个不到20岁一个是21岁多 能够在亚运会当中获得男双的冠军 是肯定是有他们的长处 这个也是马来西亚羽毛球的一个特点 包括跟印尼选手的特点 往前那种小球的处理 手感上更细腻一些 这一段时间 丹麦选手连续不断的出现一些失误 16.11 可能看到比分落后的比较多 有些急 其实丹麦的选手啊 这一队选手呢 他如果跟这个马来西亚这一队选手打败的话 那么反而郑重别人的下怀 像刚刚开始的时候这种吊着打 我打落点把你打开 反而这个年轻的这一队马来西亚拳手 可能不太适应这种打法 对 把节奏放慢下来 这一段时间呢 现在节奏上有点打快了 而且急于求成 想一拍打死 尽快的把比分落后的比分赶上来 而郑重了对手的下怀 所以老队员的话场上就是 最怕的是精力不够了 你盯不住球 所以打快了 对你并不是说就是有优势了 因为以他们的经验 打过无数场的比赛 紧张的激烈的关键球的关键分的都经历 还是埃里克森连续的出现往前失误 首先发接发 还不能处理好 还是抢放网 进攻中路 南下来 南这一派的效果还是很好 可能身高比较高 总觉得他会进攻 14比18 14比18 还是把球反击出来 马来西亚陈文宏 他这球打得非常的聪明 抽了两拍以后 把球弹起来 继续打开以后 然后再转成进攻 目的性很强 巴结发 19比15 现在马来西亚这一队选手 在比赛上领先 刚才这个球也有点运气的成分 20比15 20 gamepoint 15 大队脚的一个拉开 这个就是这位刚刚镜头上的就是来自印尼的教练 目前在叫马来西亚的门上 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即将开始 第一局呢 马来西亚的这一队选手 21比15 取得比赛的上 这样打就 丹麦 丹麦选手就有点拉开的感觉了 先换高球 先消耗你的体力 对 拉开 再挡网 再拉开 不给你打平抽打 然后进攻 对了 所以说有时候产生的那个打法的变化也是相当重要 第一局结束的时候 丹麦的教练员肯定要稍微的指点一下 对 那么从第一局前半程来看呢 他们的这种把对方调动开 然后把节奏放慢放缓 还是占据一定优势 但是随着节奏的加快